如果盘点一下,大家的童年回忆剧有哪些? 魔幻手机绝对在列。 试问,谁小时候不想拥有一个傻妞呢? 除了通讯,还可以光能充电,基因改造,技能传输,时空穿梭。 最神奇的是,这部手机还能化作人形。 虽然有人评价它为初代雷剧,但并不妨碍它群众基础深厚,很多情节大家仍记忆犹新。 最近,韩国也出了一部类似的剧。 同样是废柴青年剪刀一部魔幻手机后逆袭的故事,但这不缺热反套路话。 我把社长解锁了,不是手机化作人形,而是活生生的人变成了手机。 本剧是一部双男主剧。 故事并不复杂,讲述了意外变成手机的社长,和意外剪刀手机的青年之间发生的一系列故事。 先来看两个男主。 活生生变成手机的人,叫金善助。 他本是一家电子公司的代表,公司旗下的所生产的AI产品风靡全国。 帅气多金,事业有成。 妥妥的人生赢家。 这天他本打算陪女儿露营,谁曾想,在去往露营地的途中发生了车祸。 车祸发生的瞬间,他的灵魂竟意外地被锁进了智能手机之中。 眼看的电量越来越低,自己即将关机,一个拯救他的大冤种出现了。 这个人叫普仁成,是一个丧到谷底,彻头彻尾的loser。 当年背景离乡来到首尔闯荡,没想到现实却给他致命一击。 不仅找不到工作,连做兼职都被人各种嫌弃。 好不容易有机会到自己心仪的电子公司面试。 却被面试官以没有工作经验为理由刷了下来,等回到出租屋里。 又被房东下了最后通牒,告知他再交不出房租,就让他卷铺盖走人。 无奈之下,他只得回到乡下老家,想寻求一下父母的帮助。 谁曾想,父亲知道儿子的困境后,不仅没有丝毫同情不说,还劝说他留在乡下。 反正闯荡没结果,不如回家种水果。 看到父亲如此不理解自己,普仁成和父亲大吵了一架。 为了排解郁闷的心情,他独自来到后山散心,没想到被蛇咬了。 原以为自己生命垂危,没想到一部智能手机听到了他的诉求,帮他报了警。 救护车赶到,将普仁成送去了医院,护士还把这个手机留给了他。 普仁成醒来后,虽然一脸猛逼,但还是将手机拿回家充电了。 当他把手机开机后,神奇的事情开始发生了。 手机不仅自动解锁,还做起了自我介绍,你好,我是金善助社长。 一边说还一边检锁了自己的百科,贴心奉上。 普仁成当然不信,好端端的人怎么可能被锁进手机。 而且,怎么那么巧,还是自己心仪公司的社长。 他以为是心形诈骗手段,定不想理会。 谁曾想,金善助直接用上了超能力,让普仁成报了银行卡号,直接赚了他一亿。 看到银行卡里从天而降的巨款,普仁成傻眼了。 金善助看到普仁成动心,直接加码。 如果你帮我完成一件事,我会给你十个亿。 而拿到这些钱的前提,就是普仁成要代替金善助,成为公司的代理社长。 同时,协助金善助调查车祸,以及自己为什么会被困在手机里的真相。 又有工作又有钱,这买卖是这么想都不亏呀,普仁成果断答应。 就这样,两个人互相打配合,在奇妙的氛围下,共同开启了一段奇幻之旅。 一部手机,让普仁成从灰头土脸的Loser摇身一变成了知名企业的代理社长。 大餐随便吃,衣服随便买,庸人随便用。 面试时心动的女神也成为了自己的秘书。 这开挂的走向,超强的设定,处处透露着爽闻的气质。 而且,随着剧情的深入,你会发现它不仅有足够的爽点,还有根本停不下来的笑点。 从金善助变成手机开始,就牵扯出一系列爆笑名场面。 刚变成手机时,只剩下15%的电量。 无奈之下,金善助在网上发帖求助,我好像变成手机了,重金聘请好心人帮我充电。 帖子瞬间被顶上热门,笑称是今年最佳营销。 而普仁成第一次与手机中的金善助进行对话时,直接惊讶到失去表情管理。 还发出灵魂拷问,现在是在录制《楚门的世界》吗? 编剧和后期也十分配合。 直接致敬《楚门的世界》中,最为经典主角被困在电视中被人观赏的名场面。 荒诞与滑稽同在。 当普仁成成为代理社长后,笑料更是不断。 比如,金善助的下属询问普仁成和金善助是什么关系的时候。 普仁成沉思片刻,我们是互相触碰的关系。 下属一整个大跌眼镜,屏幕外的小妹也跟着笑出腹肌。 到了晚上,普仁成将手机放在旁边的枕头上。 手机里的金善助直接炸毛,两个男人怎么可以同床共枕? 笑点直接拉满。 另外,剧中的演员也很值得一说。 金善助的扮演者普成雄可以说是千年配角,跑了十多年龙套,这些年才熬出头。 既演得了狠角硬汉,也能hold主单萌大叔,戏路十分百变。 这次用声音去演绎一个角色,也丝毫不逊色。 而普仁成的扮演者蔡忠贤,在去年的大热韩剧《无法抗拒的他》中, 他靠着软萌中犬息笑容,俘获了一大批女性观众的芳心,被大量网友称为最帅男案。 除了阵容亮眼,本剧的构思也很巧妙。 一场车祸,改写了两个人的命运,到底是谁导致金善助变成手机的? 通过前两集的铺垫,我们得知,金善助所在的电子公司的内部极其混乱。 不少人盯着社长的位置,想要取而代之。 金善助的车祸很有可能是有人故意买凶杀人。 这也给观众留下了种种悬念,真正的凶手是否隐藏在公司内部。 普仁成又将如何帮助金善助找到这个人。 虽然有不少人抱怨,前面的铺垫太长,节奏太慢。 但只要耐心熬过前两集,剧集就变得轻松有趣起来, 看点一个接着一个。 有爽点,有看点,有笑点。 还要什么自行车呢?